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郭台铭说要参选台中市长卢秀燕 昨天他其实没有多做说明 可是晚上他却发了一篇文 他称赞侯友宜是个大直男 向来不会花言巧语 可是他为人又真诚又踏实 而且不懂得浪漫铺陈只会付诸行动 他说2024的国际情势已经威胁到台湾的下一代了 所以他希望大家能够用行动支持侯友宜 看来卢秀燕是用他的方式力挺侯友宜